上次其實潛水我發生一些狀況 就是在海底我突然覺得不能呼吸 所以我覺得非常害怕 所以這次來潛水不是出潛水的這麼簡單 就是我還要克服上一次 對於大海的那個心理的恐懼 然後再加上這次又自己一個人 看看我在哪裡 必見水 我要來拿我的潛水執照 季晴近日宣告考了第四次的潛水證照終於考過了 他回想當年第一次考照時 俗女家務室還在錄影 加上遇到節日要錄存檔 為了完成陪小孩到大寶礁潛水的心願 季晴就這樣南北奔波到墾丁考照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先等一下 還沒開小 還沒開小 給我冷靜一下 接下來教練會教你如何泡布施入水 怎麼辦我很喘怎麼辦 直接不要快了 我要緊湊 我怕人沒電了 然後來往前 我一點點 我抓住你的氣瓶 然後來做右手 右手扣二幾頭 右手扣二幾頭 然後手指頭扣臂肌 臂肌比較重要 然後左手 左手抱胸 然後不要看下面 看前面 不能呼吸了等一下 很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不是只有潛水 有很多事情 其實你是自己害怕 自己局限了自己 那可能能夠幫助你的 也只有你自己 所以我很開心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過程 然後一路走來 因為上次其實潛水 我發生一些狀況 就是在海底 我突然覺得不能呼吸 所以我覺得非常害怕 所以這次來潛水 不是出潛水的這麼簡單 就是我還要克服上一次 對於大海的那個心理的恐懼 然後再加上這次又自己一個人 然後老公也不在身邊 而且他在錄音 然後我們一直不能講電話 所以我就把我的心情 跟你們分享喔 我很謝謝你們 有你們陪我 謝謝 我一個人的大海 有啦 還有很多專業的人在陪我 專業的朋友們陪我 我想鼓勵你們 都去嘗試人生很多的不可能 他其實是各種可能 加油 恭喜你 終於完成了 我們兩天的訓練 受訓 因為完成了今天的船潛任務 對 非常辛苦 謝謝小翔哥 謝謝小翔哥 讚 你有沒有覺得交過最難的就我了 有一點點 啊 謝謝小翔哥 憲 MICHAEL 謝謝小翔哥 不用擔心